海外华人直播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19年6月16日 海外华人直播播报一则新闻,放弃引渡孟晚舟,加拿大驳回,向中国低头很危险,新闻取自各大新闻媒体,新闻内容并不代表海外华人直播的立场 前加拿大总理克瑞强建议沃泰华放弃引渡华为孟晚舟案,以缓解家中紧张关系 加拿大外交部长方惠兰,13日驳回此项提议 指向中国压力屈服将传达危险讯息 85岁的前保守党总理克瑞强,上周对外自告奋勇说他愿意担任加国特使,前往中国营救两名被捕加拿大人 并化解加国农产品被据输往中国的经济难题 克瑞强同时建议加国司法部长行使法定权力,放弃将华为财务长孟晚舟引渡至美国 亦是加拿大愿意缓解因此案而与中国交务的紧张关系 不过,方惠兰13日在华府明确表示,屈服于中国压力很危险 这无疑是向中国表示,和加拿大往来 任意拘留手段是行得通的 方惠兰指出,一旦开此先例,我们将陷入一种局面 此单一个案,将使全球所有加拿大人的处境变得更不安全 与此同时,加拿大总理杜鲁道20日将赴美国白宫会见川普总统 杜鲁道将向美国重提向中国施压,让两名被扣留的家人获释的问题 同时协调新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及早批准 大纪元报道,加国新民主党国会议员内森卡伦纳森卡伦表示 克瑞强的提议将导致更多麻烦,因为加拿大根本无法忽视美国 独立法官发出的引渡令,如果接受克瑞强的提议 将会引来更多的对加拿大公民的人质绑架 使加拿大公民在海外面临更大的风险 孟晚舟用民事诉讼反击,控告加拿大警方故意延后逮捕中加关系降至冰点 关键在是否引渡孟晚舟至美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加拿大总理杜鲁道提出愿在20国峰会上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的想法 但13日中国外交部言辞回应 当前中加关系面临的困难局面完全是由加方自己造成的 希望加方立即释放孟晚舟女士 推动中加关系早日重回正轨 这似乎暗示,除非加拿大撤除孟晚舟的引渡案 否则习近平不可能见杜鲁道 新岛日报报道 加拿大总理办公室承认 新2019年初杜鲁道就曾希望与中国总理李克强电话商谈 以缓解两国紧张关系 但李克强没有理会 外交部长方惠兰五月也提到 他曾寻求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面 没有成功 前加拿大驻华大使马大维·戴维·马罗尼预测 除非孟晚舟被释放 否则目前的冰冻关系不会有解决方案 美国之音报道 法庭文件显示 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的引渡听证会定于2020年1月开庭 美国以欺诈指控寻求从加拿大引渡孟晚舟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最高法院6月6日再度开庭 孟晚舟的律师科尔斯证实 印度听证会定于2020年1月20日开庭 日记在11月前结束 美国引渡亚桑节 将成孟晚舟案的范本 中央社报道 美国司法部11日证实 已提出正式引渡危机解密创办人亚桑节的要求 英国内政大臣贾维德表示 12日已签署相关文件 贾维德告诉英国广播公司电台BBC拉迪奥 我非常高兴警方终于能逮捕他 现在他正在监狱服刑 原因是违反英国法律 明14日法庭举行听审前 有一份来自美国的引渡要求 而我昨天签署了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 英国内政部表示 亚桑节因美国提出的临时引渡请求被捕 涉及滥用电脑和未经授权 披露国防信息等犯罪行为 据消息说 中国网民关注亚桑节引渡案 并希望通过此案了解华为副总裁兼财务总监 转发或者打赏 您的支持行动和订阅是我们制作出下一期节目的动力 文章来源 新闻尽头于2019年6月15日 支持我们就请在视频右下方点击订阅我们的频道 本节目由美国加州奥克兰市英计时驾赞助播出 订餐电话510-465-1888 本节目由美国加州奥克兰市英计时驾赞助